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謂橫脫鋸水 就是寬大的河道 汇聚了上游的來水 而後再往下游去水 這裡就是橫脫鋸水的地點了 上游較窄的河道 從左來水至此處汇聚 再從右下游較窄的河道去水流出大海 此處後方還有一座小廟 橫脫鋸水的特點就是中間寬 兩邊來去水載 我的解釋簡單易緊 大家應該沒問題理解吧 如果有問題可以寫在我的評論區 好 我們下集再聊